为了更好地保护儿子,冯绍峰和赵丽颖并没有透露关于宝宝的任何消息,但是一次冯绍峰聊天的时候,不小心说出了儿子的小名。 很快的,冯绍峰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,可能他想到的是赵丽颖在电视上面看到这个画面,应该是会很生气的,所以他急忙打电话跟赵丽颖抱备一下情况。 同时,这一段说出儿子小名的视频,也是在后期被剪掉了。